这一次是我们华人女性艺术家联盟的第18次 关于女性艺术的讲座 这一次我们请的是陶远明老师 我们关于女性主义的艺术家联盟有一个宗旨 这个宗旨主要就是想扶持和帮助 女性艺术家在国际范团能够发生 我们的华人女性艺术家联盟是以女性主义的理念 为指导思想 团结所有愿意为争取和维护女性全体利益的艺术家 和理论家共同创造一个互相理解和支持的和谐环境 那些以艺术语言作为反思社会文化结构 与性别意识的海内外女性艺术家提供机会和发生的渠道 支持她们用当代艺术来质疑现存社会的不合理性 尤其关注转型的社会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特有的情感 心理和社会问题 就是说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能够发生 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机会 如果有那个实际情况 如果允许的话 我们做一些实际的展览 在国内我们可以找一些这样的机会 在国际上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做 但当然呢更方便的一个形式呢 就是可以做网上的展览 网上呢就比较更方便 因为不会牵扯到很多的资金 这是一个 所以我们做一些类随这样重一点的整座呢 就是跟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我们如果是有条件的话 我们可以给女生人做个展览 各展啊或者是群展都可以 但是这个就在于以后的慢慢的发展 这次呢我们请的是陶艳明老师 她呢是一个老牌的女性语书家 她在90年代的时候就非常活 那时候国内有一个一波 女性主义的一种风潮 她呢就是那个时代里面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女性主义艺术家 她做了一些非常有震撼性的作品 而且她对那个女性社会啊 在这个现实社会当中 残留下了一些关于风建意识啊什么的 做了非常深刻的调查和研究 通过她自身对自己母亲 她的祖母的那种亲身的那种感受 所以引导引发了她对这个女权主义 女性主义的更加进一步的关注 因此呢她的作品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气势 所以呢她呢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女性艺术家 这个可以就可以考虑跟那个中国的当代艺术史 可以结合起来 就可以去查一下看看她有没有在中国当代艺术史里面出现过 她呢是做了很多的作品 而且呢参加了很多的展览 也得过很多的奖 她在比较大的那个展出的地方 其中包括香港的大馆呢当代美术馆 德国的首都玻璃美术馆 意大利的米兰世博会KIP国际馆 她还是北京墨宅画廊的签约艺术家 她呢她在那个今日美术馆做过展览 在中国美术馆做过展览 在成都参加过成都少年展 参加过纽约的International画廊 2007年的一个展览 在美国的休斯顿画廊做过展览 还参加过丹麦的余德兰艺术馆 据说她的作品呢 在国际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这一点非常的了不起 下面呢我还想请陶老师呢 自己给自己再做一个介绍 然后呢就可以做她的讲座 好不好 现在我们就把时间给陶老师 谢谢郭老师的介绍 我是陶爱明 70年代出生 现在做丹麦艺术 已经有20年的一个时间了 从一个三十几岁的小女孩 现在已经是差不多 快50岁的一个女性 所以这个成长的这个经历 也非常的多 然后故事也非常的多 一会儿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最近在欧洲的一个 中国当代女性艺术的一个展览 以及我的作品的一个分享 我这次讲座的这个主题 就叫出走欧洲的中国女艺术家 我会这个讲座分成四个部分 一个是对这个展览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还有我选择了六位艺术家 作为一个作品的一个介绍 还有包括我自己的介绍 以及这个展览的一个影响力 在欧洲的 出走是来自 车展人是来自挪威 然后哥本哈根奥地利的车展团队 以及中国的比较重要的车展人 彭博依老师和柳西 以及包括澳大利亚 悉尼百度美术馆 中国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员 路易斯联合车展 目前的这个展览是去年五月份 在挪威已经开幕了 目前是在丹麦 哥本哈根正在展出 然后今年的四月份 我们会在奥地利 在巡回做这个展览 右边这个 左边这个图海报 是一个蓝色的一个海报 它是一个女艺术家的一个作品 到时候 后面我会重点介绍一下 她的作品 你们大家可能会问 这个展览为什么叫出走 出走是来自于一个 罗威戏剧家伊普森的一个剧作 叫《玩偶之家》 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娜娜出走 其实是一种女性意识觉醒后的一个出走 所以它就意味着 中国与伊普森的戏剧 有百年来的一个机缘巧合 直到现在 现在我们就是为欧洲的一个观众 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 提供了一个视觉的样本 这个是我们去年五月在罗威 利勒汉莫尔美术馆的一个开幕 前面有一个我们的那个提莫海报 这个展览一共邀请了 其实是二十六位艺术家 从六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 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一个艺术家 其中也可能包括 比较你们比较熟悉的 可能在美国都比较有名气的 比如说李秀珍的作品啊 还有萧鲁的 还有崔秀文的 还有草匪的 一些比较中国比较重要的艺术家的作品 都包含在内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就是在罗威 非常有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开幕仪式 就是这个是 右边下面这个图是罗威美术馆 他馆展的一个开幕致辞 也邀请了著名的小提琴家 汉姆西做了一个开幕的一个表演 就是这个展览在当时就达到一个高潮 右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展览的一个画册 现在在全球发行 有朋友在那个纽约的东春图书馆 看到了我们这个画册 在很多国家都有 这个是我们的展览现场 一个是在丹麦还有在罗威的展览现场 右边这个图是联合策展的 也是这次参展的艺术家柳希和丹麦的主席 她的一个合影 左边这个是尹秀珍的一个作品 然后观众在她的作品前一个交流 下面我就是从三个方面来介绍 就是三个方向来介绍我们这次参展的一个艺术家 有三个方向一个是从我从自身身份的一个探寻 这个角度来谈一下和陈尧老师的作品 她是60年代出生的 这个作品叫见证 这个三幅作品摄影作品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完成的 第一幅是她跟她的妈妈在一起的合影 然后第二幅是她跟她的儿子合影 第三个是她儿子独自在一个拍摄 这是三代人作为她的母亲和她作为母亲和她的孩子 三代人不同的这种一种身体的一种情感的交流 就是身体的这个裸露 其实在艺术史里面 其实作为男性来说 她总是把女性的裸体作为一个完美女神 就是在呈现 但是和陈尧他认为 裸露的上身 裸露的身体的这种交流 是一种非常原始的 非常深刻的一种情感交流 她是作为一个媒介来完成这个作品 她第一次就是近距离的跟就是跟她的妈妈进行一种身体的一种接触 然后拥抱她 因为她的妈妈其实是精神上有一些问题的 经常就是裸的就是就跑出去了 跑到大街上了 然后她跟她妈妈这样的拥抱 然后交流 然后就是这种情感的交流 她觉得是就是也填补了她跟她妈妈几十年 就是情感上的交流的这种空白 这个第二个作品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艺术家叫曹宇 这个作品叫《拳》 但不是说法国度上的那个拳 跟她的含义不一样 她是从女性的角度去产生这个作品 这个就是是一个视频 这里面这个视频呢就是一对乳房 然后因为在溥育孩子的时候 这个乳房就是乳腺炎 然后冲血战痛 然后她必须把这个奶水喷射出来 然后她能缓解她的痛苦 她用这个作品就是来提醒我们 母亲的形象不仅仅是伟大的一个赞颂 还有是一种非常痛苦的 非常不应该是沉默的 或者是美化的 这个我从第二个方向来谈到中国女艺术家的一个深层俊语 我提到就是海报里面这个深少坤的作品叫《公刺》 《公刺》是选自于中国的汉子叫强差的一个部首 她用蓝色的这些是米地 她用蓝色都染了颜色 蓝色的米地将自己的身体和面孔逐渐地掩盖 消失在这个生活的这个场景中 消失在这个世界里面 她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她对世界的 也就是有一些问题的一些看法 强差因为她这个米地上面还有很多的文字 是关于一些拆迁的一些就是描述 这个艺术家她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她 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 我们也经常一起去参加展览意大利啊什么的 非常熟悉她 前几年她就是因为遇到一些情感的问题 和一些作为行为艺术家在社会上生存非常难 就是遇到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那些就还有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痛苦 所以她选择了一种自杀的行为 这个事件就是在中国艺术圈 引起非常大的一个轰动 就是我在介绍她的作品 也是纪念她的一种方式 这个是第二个作品 叫吴一平的吴小帆 这个是一个绿色的墙上 挂了一些真知的资品 有一些比基尼的 有一些帽子 这个艺术家她是有一次呢 就是回四川老家的时候 看到妈妈 汁了很多那个 就是特别就是单调重复的一些真知品 然后就是当地的供应山羽 非常廉价的番子 收购他们这些产品 后来她就想了一个反言 就是要把就是找了一个叫小帆的一个朋友 作为供应商以特别高的价格来收购 她的母亲与单地妇女的这些产品 然后她又有特别好的毛线来支这些产品 然后这些产品跟之前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变得非常的丰富 产品也非常的 就是色彩斑斓 就是她把它做成了一个作品 就完全改变了这个劳动女性的一个价值 对社会上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认可 这个从第三个方面 我来谈一下就是传统和现代文化观念的一个差异 就是从彭威这个艺术家 他是70年代的 跟我是一个年代的一个艺术家 故事新编 这里面它是以一种长卷的形式 描绘的是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书 比如说《徽范24校》里面的那些女性的楷模形象 这些人其实都是真实的人物 真实的人物 他们的背后有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些故事在里面 他描绘的是他们正在非常激情的时候 比如说正在自杀呀 比如说正在跳井啊 然后比如说这些非常 就是那种比较激情的一种状态 他把它描绘下来 其实是这些女性作为一个道德的一个楷模 被铭刻在这个古书里面 他是以这种作品来质疑古代女性的这个价值观 文化观 那我们可以再看看我们现代的艺术家 就是描绘现代女性的一个作品 崔秀文的洗手间 这个是在北京的一个夜总会叫天上人间一个夜总会 这里面这些镜头都是偷拍的 这些都是那些在屋梯里面跳舞的那些小姐 然后他们回到洗手间 然后化砖 数钱 说话 然后换衣服 就是这些场景 嗯 就是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一个一个拍摄 然后他把洗手间的一个功能给转换了啊 本来洗手间是不是一个生理的一个满足的一个地方 他完全改变了洗手间的一个功能 就是彭培的作品和崔秀文的作品 我再次做了一个就是一个对比哈 那接下来我就讲讲一下我自己的作品哈 我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关于这个搓衣板这个材料 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就是大型专制 以搓衣板就是构成的一个作品 就是最早的时候是2005年创作的 整个作品是由56块搓衣板组成 每一块搓衣板上都画了这个洗衣服主人的一个肖像 然后他像就是锤挂起来就像一条河流的感觉 然后有一个灯光头影会打在这个作品上面 就是他是动感的像流水一样的在在流动 然后有一个声音是全自动洗衣机的一个背景声音 是是有流水的声音还有洗衣服的声音 在此跟搓衣板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这个是一个就像一个瀑布一样的 从高空慢慢的倾泻下来 好像水一样 这个作品是就是我收集的这个搓衣板 然后在上面画了这些肖像 这些肖像的人物呢 从96岁到二十几岁的女性不等 我把他们的这个面容就是被岁月打磨的这些面容 把它描绘在这个已经被他们的双手搓洗的 就是斑斑薄薄的这个搓衣板上 我觉得就是这种然后在这种灯光的氛围上 它形成了一种非常悲惨的一种氛围 也是就是像一个时代的河流的感觉 也是历史的一个河流 就是我用艺术的方式来纪念这些浦东还平凡的一个女性 这个是我第二个作品 《女人精作品》 这个作品就是像一个大的竹节 有九米长一个延伸 前面是有一个文字 是我书写的一个作品的序言 但其实这个作品是没有文字的 它是此处无声甚有声 我觉得那些搓衣板被他们的双手和岁月 就是磨洗的那些痕迹 就是他们生命的一种语言 这个是就是大家可能 就是我在收集搓衣板的一个过程 大家可能要问 我为什么要用搓衣板来做作品 这个也是因为有非常久的一个约缘 一个是当时我就是三四岁结婚的时候 我的就是我的家里有一块我婆婆用过的搓衣板 她经常以前跟她找儿子来洗衣服 我就觉得那个搓衣板非常有意思 然后我就一直保留下来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来自我母亲 因为我母亲就是这个那个过去时代的一个就是为家庭默默付出奉献的一个女性 她就是完全没有自我 就完全要为这个家庭去操劳去劳作 但是她这些劳作是不被看见的 就是别人看不见她这种辛苦和付出 所以我的妈妈她就是有一次我看到她的身体 就是特别瘦 那身体的后面的那个 就是瘦的那个就是像搓衣板的那个肋骨一样的 就是瘦骨铃熏的 然后因为又是因为湖南人嘛 南方特别潮湿 所以她也蝉联到现在还是那个风湿病 所以她的手脚都变形了 就是因为蝉联的操劳 然后蝉联在在这个水里面洗衣服呀洗菜呀做饭啊这些 所以我觉得就是她这一代人对我作为一个现代女性来说 我就是有一个反射我就觉得她们的价值观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我同时也是为中国的这些女性 就是这些平凡的女性非常的感动啊 她们为家庭这么默默付出 然后一生也不被没有被人看见 没有被人知道啊 我觉得也是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 就是一个行走的一个过程 我收集了有一千块的脱衣板 然后收集了她们很多的故事 还有她们的还有她们的照片 还有就是后来我就成为跟她们成为一个朋友 她们就我就像一个受破烂的时候 经常行走在中国的农村 然后去做这个材料 就是我觉得就说不仅仅是一块脱衣板 我觉得是要成千上万的脱衣板 然后来把这些女性的脱衣板收集起来 来来纪念或者是来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我对这一代女性的一个 我的一个就是非常感动的一面 我想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出来 就像一个无声的档案似的 因为我觉得每一块脱衣板都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女性生命的一个物质 我觉得每一块都非常完美 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 人生也不一样 她们可能已经有的人已经不在了 已经去世了 她们可能没有名字 也没有日记 没有任何方式 就是记录下来 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我来表达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系列是长年系列 里面有影像摄影专制 这个老人是民国1912年出生 叫王玉清 她是一个小脚老人 她是我搜集的一个搓衣板的一个主人 就是我第一次在外面搜集的时候 我就碰到了她 后来她因为是在一个艺术家村满 我就租了她的那个院子作为工作室 所以我有三年的时间差不多在记录她 用摄影 或者是就是路线的方式 还有口述 记录她这个就是她的一生 她的故事 因为她的生活 还是保持着过去的一个生活场景 因为她是一个小脚老人 经常摔倒 就是摔倒了流血了 她正在洗手 比如说她还在用搓衣板洗衣服 就是这种生活场景 她还在用裹脚布 裹脚 她的那个裹脚布经常打满了补丁 这个老人就是非常的坚韧 就是非常对生命力非常的顽强 经常就是快不行了 然后又活过来了 就是非常对生命的一种看针 生命力非常的强大 她经常我有一个视频就是拍摄她穿针的一个镜头 她有时候为了穿那个针 要穿一个小时 然后那个手在不停的颤抖 就是那个穿衫的手 颤抖 但是她我在旁边她也不会说 你来帮我穿这个针吧 她不会说 她就要自己完成 独立完成这个动作 这个就是看了之后就让人特别的 就是那种心里会受到很大的一个震撼 后来我就把她的作品做成了一个空间的一个作品 我拍摄了她至少有几千张图片吧 因为她一直在99岁才去世 就是前几年 前几年才去 所以她是一个四级老人 一个四级老人的一个决唱 就是我记录的是最后一代中国的小脚老人的那个一个状态 但是我不是像有很多男性艺术家可能拍中国的小脚老人 是一种猎奇的一种状态去拍 我是一种跟她交流 然后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脚的时候 我也非常的震撼 非常的胆战心惊 因为那个脚完全变形 中间有个很深很深的沟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 所以我是一种女性的角度去观察她 去记录她 所以这个视频里面有我收集了她的物品 还有五个短片 还有一个纪录片 一个五十分钟的记录她生活的一个东西 第三个系列我会讲到我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作品 就是女书 女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刚才蒋真雷她她 因为是她的家乡她可能知道一些哈 这个是世界上唯一流传的女性文字 因为在中国在中国的江永在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大山里面 我在十四年前发现知道这个文字之后非常的激动 而且她还在我的家乡 所以用了两天的时间 虽然在湖南境内我还花了两天的时间 因为特别的偏远 那时候正式下大雪 然后我一个人就翻越了大山 然后去了那个江永那个八原地 你说的八原地 它是在一个大岛 在一个岛上 当时那个岛上市中环水 不然很多的水 没有桥 就是当地人都要划船才能到那个岛上 那个文字是非常的隐秘 这个右边这个上面这个图就是 当时我找的这个老人叫易友齐 他已经去世了 他当时就给我在说这个女书 给我教我就是读这个女书 然后他晚上的时候还用女书的歌曲唱歌 来跟我来表达 那个对女书的这个 然后我来感受女书的一种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他唱的其实并不是非常悲伤 我觉得是喃喃善口 就是那种清唱清明的那种感觉 让人觉得听得非常舒服 就是但是我就觉得 就是他们用女书 其实是就是在表达自己 用这种文字的符号 在表达自己的一种 倾诉自己的人生经历 和表达自己的一种语言的一种工具 这个是当地女书的那个这个 这是三招书 他们自己做的一本书叫三招书 这个文字非常的奇特 他就是在当地是男人看不懂 传女不传男 魔女先传这种形式 然后结婚的时候 我们伴会送一本三招书给对方作为礼物 在人去世的时候这个书是被烧掉的 所以留下来的非常的少 这个字又有点像汉字 但是又不像汉字 特别尖特别斜 就像一个武器一样的 特别尖锐的另类的一个声音 很奇特 有的字完全不认识 发音也是地盘翻译 就无法翻译 而关于女书的这个 就是历史和她 为什么出现这个文字 至今还是一个谜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文字 这个就是我回来之后 从今儿有我就做了一个大型的专制 就是戳衣板 跟女书结合的一个大型专制 中间是一个像一个井口的地方 就是戳衣服的一个视频在中间 然后呢周围有九本女书 都是以线专书的一个形式来探印戳一板 一页一页的探印 然后作为一个线专书的一个图像 还有中间那个八角形 是以书法的形式 就是记录了她们三招书的一个女书的故事 在中间作为 所以这个作品呢 是一个影像书法还有传统水墨探印 就是为一体的还有一个大型专制 这个是局部 就是每一本书 我都是就是从正文到匪页 然后从封面到匪页到正文到尾页 它有一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视觉样本 然后里面印的每一个戳一板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把这一套书就是作为一个女性文化的一个象征 然后这个书做的也非常大 不是一般的小书就跟戳一板一样大的 因为在我们的主流文化里面 老是也就是男性主导的一个文化 但是我们女性的文化 比如说作为戳一板 这个普通的一个工具 它反而是被遗忘的 就是被屏蔽的 然后我希望用这个视觉的方式能把这个呈现出来 我觉得是一个女性文化的一个提升 这个是最近前几年的一个女书书法的一个作品 因为女书 干爹的家用女书非常的小 像蚂蚁一样的 特别小 我在此就是把这个作品 把书法放大 变得非常的 放大了 变成非常大的书法 然后呢 这个里面 其实这是一个女性的一个故事 这里面的故事 其实是收集的 是来自美国的一个故事 是关于两个性骚扰的故事 一个是母亲的故事 一个是女儿的故事 我是以这个 就是兵民派灭绝的这个女书古老的文字 与当代女性的一个故事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是还有一个声音 它是就是说你可以扫二维码 也可以听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女书你是不认识 你是看不懂的 但是我们通过一个声音书法的方式 可以听到这个故事的内容 这个是故事主人 他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听到这个故事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结合 用女书书法的这个形式 就是我希望是能激活这个女书 给我们当代女性有一个用女书来表达的一个窗口 这是女儿的故事 这个书法的那个又感觉又不太一样了 那个像行云流水似的 这个更浊浊一点书法的感觉 然后最后一个作品是密上 密上作品 这个图片是我正在收集故事的一个过程 在一个黑暗的空间 他们可能会来不同的人 可能是不同国籍 不同年龄 不同身份 就是他们都可以来跟我讲故事 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我把它的故事会收集起来 做成一个密上 就是这个密 这个上子呢 有点像江永女书的一个折上 然后我把它的故事 创作为一个七言诗 七言诗是汉字的 然后再翻译成女书 然后再写到这个上子上面 然后中间有一些绘画的一些元素 是根据他提供的故事情节 我加以绘制 就是我又提供了一个 就是这个上子呢 就是它可以展开 也可以和上 你可以作为一个秘密 然后放在盒子里面 也可以作为一个艺术作品 可以展开 让大家了解 因为每个人的故事 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隐秘的 别的有的是 他觉得可以公开的 所以最后就是说 我会讲到就是说 通过这些我介绍的一些作品 我们谈到我们的自由意识 和自我价值的一个体现 就是中国女性艺术 就是变化特别的大 就是从私语的状态和缺失 在边缘的状态 然后被书写 到现在就是自己去研缩 主动去研缩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觉醒 但是 在 在目前来说 中国就是 女性艺术家 他们又打算了 这个女性性别的这种闹用 觉得 你是女性艺术家 有的女性艺术家 他不愿意被承认 是女性艺术家 我只是一个艺术家 我只是 关注的是人 普通的人 还不是说走进这个 就是女性的这个角落里了 他觉得反而局限他了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争论 所以这个展览是树立了 中国女性30年来的一个 一个呈现 作品的呈现 也是从这几个 刚才我前面提到的 有几个方向去思考 用不同的媒介 摄影 专制 影像都有 其实他也是女性 就是一种诉求吧 在创作上的 所以目前就是这个展览 就是跟欧洲的这个展览 我就觉得它就是 这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展览 虽然因为这三年的疫情 其实非常的难 整个作品的运输 还有这个运作 还有他们这个 就是很多事情 就是虽然做得非常艰难 但是还是现在目前 还是正在展出 展出中 所以它也是中国和西方世界 就是展开了一种 可能性的一种对话 我想就是不管是在中国 还是在欧洲 在全球女性这个问题 还是可以无限的展开 无限的探讨 感觉非常好 刚才讲到非常好 谢谢郭老师 简洁而且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交流一下 对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交流一下 提一些自己想知道的一些事情 什么的 这个灾难当初 第一站是在什么地方 挪威 在挪威 就是蒙克 蒙克的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蒙克艺术家 他就是挪威 是一个巡回展 是一个巡回展吗 他接着在哪 是巡回展 是个巡回展 所以今年四月份会在奥地利 已经有一年多了 一直在巡回 颜云红你的作品在不在啊 谁 颜云红的作品 有没有 颜云红没有 还是不合情 对 颜云红的作品没有 颜云红的作品 其实分量还挺重的 你说因为现在国内有很多人 偶然的做一个女性技术 他没有专门有人 来研究女性技术 没有一个人就说 我是致力于研究 中国女性技术 或者国际女性技术 没有一个这样的 具体的一个人物 大家呢 就是谁想起来 谁有这个便宜 就会呢 去做一个女性 做一个时髦 或者来做一个女性艺术 所以呢 对艺术家的选择 也不是非常严格 他那个最终的目的是 做什么也不清楚 他是像做女性主义的呢 还是继续想做女艺术家的展览 当然很多的展览 特别是3月8号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在全国就会有那么一批展览 就这个时候 是这一年当中 是女性艺术家最活跃的一个时候 但是呢 所有的展览 都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 一个目标 一个目的 一个宗旨 一个意图 意图呢 总的意图呢 就是展示女艺术家的作品 这一点呢 我们非常感谢 但是呢 他把女性主义艺术 跟女艺术家的这种作品呢 就混淆在一起 也就混在一起 反正都是女人做的 女艺术家做的 其实女性主义艺术 跟女艺术家的作品 是完全是不同的 两种事情 一个是讲性别 就是女艺术家 一个呢 是讲意识概念 这种概念意识 是一个社会性 它不是直线的女性 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它不是一个女性问题 它将期限在女性身上 但是 它是一个社会的 大家共同的 一个问题 它完全是 跟那个女艺术家 艺术 女性特质的东西 完全不一样 它是个思想意识上的 所以呢 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人 我可以这样说 没有一个人 能够认真地 就女性主义艺术 去研究 在这个女性主义艺术的 这个呈现 创作过程当中 所出现的一些人物 还有他们的来源 他们的 他们最 最初的来源 是什么启示了他们 什么引导了他们 去做这种艺术 做这种艺术的 也是有很多不同的 那种原因的 有的呢 就说像90年代 中国的 国际上的女性 像希拉里 他们到了中国 去宣传那个 那个女性主义 就女权主义 那时候在中国 形成了一个热场 所以大部分 思想比较激进的 比较 思想比较敏感的 女艺术家 都来做了一些女性主义 他跟那个 最早的小龙 做那个枪 打枪的那个 还不一样 小龙那时候打枪 他自己都知道 完全没有意识 完全没有女性主义的意识 就是一种变形 想也是复制 也是拷贝 国外 艺术家的一种行为 就像在中国 做一个 做一个震惊的东西 当然确实也震惊了一下 因为那时候 中国的当代艺术 也刚刚开始 所以呢 就是关于这些 这些东西 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去研究 就是说 现在还没有 在特别是在国内 在国外已经 还没有一个机构 就不说机构了 就说一个人 能够认真地去思考 去为这个事情 去做一件 当然要做这个事 就必须就牺牲精神的 因为在目前情况来下 它是无偿的 因为它不会有人 给你投资 或者是 不会有人来 支持你 因为什么原因 因为大形式 还是是男权社会的现象 它没有真正的女性 可以自由发挥 自由演讲 自由去表达的一个场所 一个环境 所以我就也在想 这个展览呢 它所有的艺术家 因为现在时间关系 我们没看到 所有艺术家在做进 但是这几个 比较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呢 还是非常的强悍的 我觉得她们作品非常好 这种比较明确的 女权主义艺术吧 我们应该给它 拿到国际上去 能够向世界展示一下 对中国的女权主义艺术 现在中国的女权主义艺术 在国外还是一个谜团 没有一个具体形象 就是只有个别 一个人一个人的形象 但是没有一个团体 一个具体 没有一种力量展现 这就是以后我们要争取 和发展的方向 这是刚才我要说的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我们可以 但是就希望大家能够 多发言一下 能够把自己的想法 现在正好人也不多 所以必要排队 谁要想讲的话就讲一下 陶老师你好 那我先讲陶老师你好 我是安德莉娜 这个作品 这个展览 我觉得有几件作品 挺打动我的 一个是那个 和成瑶的见证 还有崔友文的洗手间 还有您的那个搓衣板女人盒 那我想问的是 就是有一个作品 就是女书 您去采访了女书 然后他这个女书 他的这个书写 他是独特的语言 还是说你可以读懂 包括你之后又作画 然后把故事浓缩成诗 这种翻译的工作 就是说从我们从这种 比如说我想说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那翻译成女书是 就是怎么样去翻译呢 所以这个语言系统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这个工作室 谁帮您完成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这次展览 叫Sleeping Out 但是我看到的 整个展览呈现的 还是说女人的一个 生存状态 生命状态 但是就是在 Sleeping Out 更前一步 就是说 就是现在比如说 2000年 1990年的 这些女性的Sleeping Out 她的她的态度 到底是什么 我还并没有看到 在这个展览上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嗯 这次展览的这个主题 也是来自伊卜生的 那个 那拉 然后后面鲁迅写了一篇叫 他写了一篇叫 那拉走后怎样 所以今天的问题 不是说那拉要出走 那拉是一定会要出走的 而面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说 那拉走后会怎样 她是会回再回去吗 还是她为了生存 嗯 是动死在街头 还是说是怎么样一种现象 谢谢 谢谢你的提问哈 啊 先是女书这个语言 这个问题 我是研究女书 嗯 但是就是 但是作为语言来说 就像英语一样的哈 它是 像可以要翻译的哈 因为这个女书 它是一个翻译 必须当地的英 才能就是能翻译这个女书 啊 它一个 一个文字 它可以好几个音 哈 就是好几个含义 所以 没办法翻译这个女书 自由 自能请当地的女书传人 根据当地的翻译来翻译这个女书 所以 呃 我的所有的作品 呃 就是 都是请了当地女书的传人来翻译 我是不是说引用了这个女书的这个文字来做一个作品的一个传达 啊 这是女书的这个这个问题可以吗 这样回答 然后呢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出走 出走这个展览 就是中国女性艺术家 嗯 在欧洲的这个展览出走 它的影响力 它在欧洲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 有什么那一个影响 一个就是他们怎么在创作 呃 在创作里面怎么面对自己的女性身份啊 啊 然后怎么在这个艺术世界里面自己找到一条是否非常坚实的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出路 其实每个人作品可能回答的都不太一样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来来来回应了这个问题 都有可能是质疑 有可能是非常坚决的一个态度 有可能是在思考 然后就是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 但至于如果就说我们这个展览在欧洲展触之后 嗯 就是具体是一个什么 欧洲西方人对我们中国女艺术家是一个什么反应 这个还需要深入的去了解和 和去去去去发现哈 但是就是说作为呃 因为毕竟中国的女性艺术家展览特就是作为群体就像郭老师说的作为一个群体出现还是很少的 因为大部分我们的展览在中国都是以男性为主 女性就是非常就是闪的零闪的一个状态哈 所以这个是完全以女性中国单代女性怎么这么一个就是从60年代到90年代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形象出现哈 在西方就是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一个很很好的一个介入哈 一个很好的西方能看到我们中国女性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可能也有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一些需要去探索探讨的问题 我觉得只要我们去了这个去了这个地方去展览哈就有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对话哈 这个对话我们可能就会就会去交流就就会去去我们你就是东方女性跟西方女性的一个交流一个叛讨哈 就会呃我觉得都是就是会有一个提升哈有反思在里面啊 呃那你谈到说伊普森这个出走哈 因为伊普森在中国确实从1912年开始就是嗯就是伊普森就远嫁到中国了哈 就是呃有有一个是有一个话剧团呃演了这个伊普森的这个话剧 然后呢后来又有吴时那个胡时翻译了这个伊普森话剧的这个嗯就是用中文翻译出来啊 然后呢鲁迅又在女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提出中国女性出走了怎么办 那那那出走了怎么办哈 就是呃他是他是回来了还是堕落了还是我们那个就是当时提出的一个问题哈 但是对于当时的一个女性来说就是那个环境非常的残酷 因为中国女性没有一个经济实力的话他很难在社会上生存啊 啊很难独立很难就是说很难就是在社会上能够立足哈 所以呃直到这个这个出走这个呃就是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在中国伊普森的这个出走 到现在我们这个展览还是以出走这个题目来命名的话 他也是某种嗯契合和联系哈就是啊 啊中国女性艺术家出走到欧洲之后我们嗯会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嗯怎么说呢就是说呃我们师傅也找到一个非常坚实的出路哈 中国艺术家你看我刚才介绍的里面的艺术家 他其实嗯嗯包括嗯你特别喜欢的见证何成瑶老师的作品 他其实作品做得非常好但是嗯也是非常难生存在中国啊 啊他也经历了很多他做了非常好的作品 但是他目前的状态他已经就是看破红尘就是出入在在出家了啊 在一个四川甘孜的一个寺庙里出家了他也在西藏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哈嗯然后包括有一些艺术家刚才说的 深少坤的作品因为做了一些单的那些行为的作品 根本没有市场对着没有被嗯是艺术圈认可 那又遇到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他也采取一种自己把自己自杀的一个行为哈 但是也有一些很好的艺术家包括这里面呢包括玉宏老师的像 李秀珍老师的作品哈哈他们都是玉宏老师是在体制内呃那个 李秀珍他是国际上非常像包括林天苗他们都是国际上非常活跃的哈 他们有自己国际上很多重大的展览都会邀请他们哈包括酸联展什么威尼斯 他们有自己很大的工作室然后也被艺术圈认可被市场认可 就是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太一样但是就是说还是我觉得非常难 就中国女艺术家的一个是作品被艺术界艺术圈被认可哈 一个是她的身份哈就是她的价值被认可在中国艺术圈还是非常难的啊 被尤其是国际上嗯被认可也是非常难嗯我大致说这些可以吗 啊谢谢女性艺术家特别在这个环境下真的是很难生存 因为女性艺术这个本身她是没有市场所以像余虹啊她们做了哪个作品 包括林天苗现在她也说我要做大艺术 她也不做女性艺术也不说不做女性就说她她要把她的艺术扩大 她觉得女性艺术这个范畴太巧这都是现在中国女性的问题 还有一个叫李秀琴呢是我的同学她做了雕塑我做的展展她从来都不参加 因为是局限的啊对中国美院的哈 她觉得她是一个大艺术家当然呢这个社会呢她并不是明显的告诉你说我不要女性 她也会选择几个她们可以接受的但余虹就是一个女性艺术家的一个代表人物 又是名牌大学出来了又是很好的一个家庭又自己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呢有一个非常的出名的丈夫 这就是一个非常的完美的一个中国女性的一个典型开模 因此呢她就会她自己本身当然也画得非常好 但是她做这些作品呢主要的意念意图是怎么样去解释当下社会的普遍的现象 男女清明或者是移民就是那种画了很多移民的 场景呢这个没有得到很好的去宣传 宣传只是把她做一个女性的一个典型 你说没有女性艺术家吗你看这么好的女性艺术家 而且拍卖行也拍了她的作品 就说呢我们并不是贬低你们女性的时间 你看你没有就没有她好嘛 所以呢这个社会就选择了她 她呢就等于是社会里的一个信源 但是呢这是仅仅非常个体性的一个典型 她并不代表这个整个社会的女性 不代表整个社会的女性意识这样 这一点啊这个大家也可以讨 就是那拉出走 那拉出走我们到现在还是搞那拉出走 就感觉到非常非常低端了 非常在女性女性主义这个问题上 就感觉到比刚刚开始还要刚刚开始 因为那个时候是这个东西的推现是上世纪初的时候 还有还要是一八几几年 但是到我们这边呢二十一世纪 这个刚刚就是还是以这个部分 就感觉我们真的是落后了这个世界艺术的文化的多么远 就可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这也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了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外部的策展人是怎么样的 中国策展人我不是非常了解 我也是刚刚认识刚刚接触 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展览 所以我非常能够非常想了解他们 他们是怎么来应知女性主义的因素 当然了他这个展览不一定就是打的女性主义的这个气候 但是通过这个题目呢 就感觉到他是在追求女艺术家的女性的权益 我并不是说画一些女性特制的作品的女艺术家是不对的 或者不好的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 大家都是个人的选择 很关键的也就是说你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你不一定画这个作品 也是完全可以的 不是说不行的 因为人这种自由状态呈现在很多方面 不是说你只有这一种标准 你必须要遵循我的这一种标准 然后才能够是怎么样子 但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我觉得是每一个当代人的一种品质的一种衡量 你是关心 我不是说不关心这个是不对的 但是可以看到你是关心整个社会 关心整个其他人的那种生存现状 或者是社会文明的发展 还是更关心自我的一幅画的作品 多少钱 这没有高级之分 关键就是你个人的选择 但是这里面会有一点点区别 对你自身品质 自身的那种修养是有一种区分的 哎呀我是想说几句话 但是因为我刚刚从广州 看这个广州参加这个广州三年长 回来有点累 所以脑子有点乱 我反正也说几句 我觉得一个是这个郭正老师的坚持 做咱们这个女性艺术家的一个聚会吧 一个视频 我觉得这个挺好 所以我也来坚持参加 今天艾明嘛 也是相对来说我比较熟悉一些 艾明介绍的这个展览 我说不说很多 但是毕竟关注了 首先是这个这几个彻展人 他也可以说是若干年来 比较认真的在欧洲吧 就是几个相当有分量的彻展人 以及是已经属于国家级的馆 来走几个国家 这么大的规模展现中国女性艺术家 这么大一个规模的一个展览 这是少有的 因为它牵涉到这个彻展的人力物力经历 这些东西是比较难的 尤其是这几年 所以它在欧洲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 包括我们在国内也都关注到了 我也在欧洲 因为我也一部分时间在德国博宁嘛 关注它的这个规模 以及它能走几个地方几个国家 它也一定会在欧洲 在世界上就是对宣传中国女性艺术家 我觉得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因为这次他国内不是请了洪博一老师吗 那么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的这个 车展人和评论家发声了 就是洪博一老师也表示了 就是说这个展览不可避免的 依然是以这个欧洲车展人的眼光 挑选了一些中国的艺术家吧 或者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它可能也是为了在欧洲达到一定的呈现效果 这个包括刚才艾明介绍的这几位艺术家 如果我们回溯这几位艺术家的话 他的作品仍然是有观者 我也认同这一点就是说 他过多的或者是明显的就是 大量的选用了女性艺术家 就是说女性艺术家串着跳不开这个圈子 跳不开这个主题 我觉得这有点可惜 但是更多的深入的东西 我可能也说不下去 那讲艾明嘛 我觉得还是 我本来就是艺术圈的边缘人物 我觉得对你呢还是比较熟悉 我作为一个边缘的策展人 我认为艺术作品就是还是一个 因为艺术作品是视觉作品嘛 所以在我看来 我说首先是视觉上要有它的一个效果 和一个冲击力 或者达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其实我也给艾明在柏宁的美术馆 做了一个展览 当时也是 一个是你的作品受到了认可 因为毕竟还要得到这个柏宁 这个美术馆的馆长的认可 当然我跟他有一定的关系 推理这个展览的时候也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艾明的作品 就是从你刚才讲的 从《女人河》到《女书》啊 我觉得就是你的视觉呈现非常成功 对 这个你的这个 当时用的这个洗衣机的声音啊 这个投影啊 就它呈现在观众面前 首先是有视觉效果的 这个是艺术作品 然后是你当然你选择的这个 在传统历史上选择这个题材内容啊 这个所有的综合起来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我觉得这个是 看着这些年艾明的这个成长啊 越来越 你的作品就是越做越好了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 就是 那么我在柏宁做你的展览的时候 我觉得我也作为车展览 跟你沟通了 其实当时的效果也非常好 因为我们就是一起把你的那个作品 就是脱衣板那个作品嘛 做成了一个就是 我把那个展览取成名字叫绵伦 因为正好你这个就是那个99岁的老奶奶嘛 就是见证了一个女人可能走过了一生 然后把那些洗衣板的脱衣板铺在了地上 然后跟观众形成一个互动 然后观众各个国家的观众走在这个脱衣板上 也可以说这个脱衣板可以像是一个 也可以是一条河 生命的一条河 也可以是一条路啊 当时在欧洲的就至少在柏宁的 因为这个展览当时给了我时间不断地延长 展览四个月嘛 但是反应还是很好 然后我们但是把衣服挂在树上啊 那个展览我倒愿意 我每天有机会再呈现一下 当时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一直到现在 刚才讲到就是郭真老师讲到 就是我觉得大家 我们所有的女性艺术家 本身我们就是艺术家 艺术家就在创作 它跟男性艺术家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女性艺术家里边 女性艺术家创作 它不可避免的就是 它会自然的就是介入那些 所谓的女性主义 或者女权主义这个领域 那么可能我们可以把 一部分女性艺术家 可能它的创作 更关注到女权主义 或者女性主义的题材 那就是感受到 比如说女性艺术家 或者整个的女性 在社会中到至今为止的不平等啊 或者或者生存状态很困难 或者等等等等啊 那么它的这个创造 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是 我们可以把它纳入为 女性主义 或者女权主义的这个范畴 这一点呢 我倒觉得是 单下的女性艺术家 市馆一起在广州 在这个三八节的时候 饭 他们想饭 那我觉得这个电影 一个是首先艺术上 以后可以推荐给大家看 一个是我用的 他拍的不较成功 虽然是他这个导演的 第一个片子 也是他导演 也是他拍 也是拍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就是讲这个试管婴儿 所以我觉得像雷雷 这么一个女性艺术家 他做陶瓷的嘛 那么他在这个故事中 就非常简单 他可能谈了一个男朋友 十来年 但是最后两个分手了 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 作为一个女性 他想要孩子了 那这个时候没有父亲 也找不到父亲 那么他就 他就完全的真实的 就是一个 documentation 真实的记载 他就是做了一个试管婴儿 而且现在这个 正是疫情中 这个试管婴儿 现在孩子已经两岁多了 我觉得就是这个女性 就是说他选了 这样的一个题材 这个题材就比拉拉出走 我觉得应该在 往前走了一步 因为我们都在探讨 就是拉拉出走 走了之后怎么样 是回来 我觉得中国女性 虽然很困难 但是有一部分也走到了 现在就是她可以宣称 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首先你要生一个试管婴儿 你要能养这个孩子 是吧 然后你要有勇气 当然她也讨巧社会题材 现在孩子也删了户口等等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一些 艺术作品 虽然它是一个电影 那么它呈现的是 中国的女性 以及女性艺术家 当下的另外一种形象和境况 我就是说先讲这么多 供大家参考 谢谢环梅老师 给我介绍我的作品 我们在德国的杂拿 对对 再补处一点 刚刚来自参观 到了广东省三连掌 第七月三连掌 的确那当然是 无论走到哪里 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我也给郭真老师发了 尤其这一次我体会到 那整的我也看了 我马上就发生了 就是广东三连掌 从王幻生到罗一平 到现在这个王少强 这个我们女性 现在在开这个会 那当然是从策展人 到这个总策展人 到四位策展人 四个部分的策展人 学术委员会 几乎是轻易设的男性 我觉得就是 然后这个研讨会 这一次反正是 我觉得女性 所占的比例更小了 这是一个事实 怎么样面对 这个事实 确实还不知道 当然这个展品中 女性艺术家的作品 还是有一部分 包括影秀金老师的作品 这一次也在 我认识了几位 当然还是有相关一部分 女性艺术家的作品 还是在 当然我们女性艺术家 如果只是创作 我也深刻地感觉到 如果女性艺术家 缺乏自己的策展人 缺乏自己的一评人 那么对这个作品的传播 作品的陈述 作品的这个评论等等 那都会 还会差很远很远 确实是 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面临的 共同的问题 国内就你讲的 陶永白啊 假放这些人都太老了 对对对对 现在几乎成了一个断层 就是更惨了 原来还要还要 说实在的还要 真的是 那个时候还有 贾老师和陶永白 还现在就是更少 现在就是比较 彤玉杰 她是西安的一个 这个我知道 对对对 她也爱明那个 对我也知道 对对对对 写一本书很厚 对对对 我也跟她不断的交流 交流当中也 也出现一两点的状态 就是说她 她算是比较 现在来讲 在中国的这个 食品界里 她算是比较专注于 女性艺术 但是呢 她就是很难生存 因此呢 她也做一些其他的 首先她有工作 工作这也是工资 但是工资的话 生活肯定不会 给那些人 挣钱多的人比较 所以她也想 多挣一点钱 可能是也做一些 其他的一些展览 据说她还不是 一个专职的 她可以说是研究女艺术家的 现在来讲 还算是比较年轻的 当然我真的 还有个叫什么红的 在中国过来 她一直也在 关注女性主义 她关注的 好像还是比较早 但是就是因为 这个还是女性 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欠缺 还有那种 没有市场 没有任何其他的 那种生财之道 所以她也是受到限制 因为她要在 那个社会里生存 很多都是因为物质 金钱方面的 一些义务和一些障碍 所以我刚才就说了 在中国没有一个人 真的是认真地去专职 去研究 作为一个哲学 或者作为一个学术领域 作为一个什么东西 专门去做这方面 再有现身精神 就是你要真的研究 你就必须要认真深入进去 你要研究一个艺术家 你要知道她是怎么来的 她是那个社会环境 她的家庭环境 她受到什么教育 她是从哪一年 哪一年做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有一段时间 她是这种现象 然后过了几年 又出现了那种现象 这是一种专制的研究 在国外我就碰到几个 前不久我就碰到一个 女的叫 叫Gail Levin 她专门研究 Gilby Chicago 她就从哪一年 出了一个什么作品 什么人写的篇 什么文章 她都有力量在 那些真正的学者 现在国内就是找不到 类似这样的人 其实我觉得中国单代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本身中国的女性艺术家 还没有一位是像西方 我们在西方的这个艺术史上 像美国的70年代 60年代 80年代 就这么样的 首先你没有这样的 女性艺术家 都做所谓的女性主义作品 不是 不是 这是你是颠倒 这个艺术家的呈现 不是他出了名以后 你再来研究的 是你要有 是你要有自己的认识 当然 首先是有什么东西吸引人 你自己的认识 你自己的选择 你这样 你才拿到话语权 她研究芝加哥的时候 很早以前 这三十十年以前 就研究了 这个人已经 但是 但是这样做的作品 也是 我觉得艺术作品 还是先有作品 在研究者 基本上是相互三层同时的 但作品应该还是走在前面 就整个的这个历史 首先要引你注意的 肯定有一个什么东西 会引起你注意 他不是一个 就马路上走的一个人 我要关注他 我要来研究他 不是这样的 不是无目的的选择 他肯定是有选择的 肯定是呈现了 某一方面 譬如他最早做的爆炸 颜色的爆炸 比那个蔡国强要早多了 他做了那种爆炸 那当时没有的 作为一个女性 就值得去多看一眼 多了解一下 那他就做了一个 这个都是在 其实艺术家跟理论家 是同时应该同时进步的 不是说 那个艺术家出现 这个完全是赞同 然后理论家我才来跟你 那个就没什么 你没有拿到 所以现在呢 是很多的话语权可以拿 但是没人去拿 你比如说 你像那个90年代出名的 那个孙少坤 但是多么敏感 多么 一个尖锐的一个女艺术家 我看到那件事情 我觉得我都有流泪 是吧 但是 就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 他特别的敏感 他就无法生存 像那个谁 那个何成尧 他为什么要出家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现实上 他无法生存 没有人来关注他 也没人来支持他 没人来做任何的 情感上的艺术上的 没错 其实中国非常需要 你看都 现实都这样了 他们就已经 非常的有 做出了作品 虽然他的作品 也随意在 跟那个西方的艺术 有点学习的那种 也是不是非常成熟 但是他在那时候 已经呈现出来 这种敏感度 这种勇敢 这种个人的那种气质 都呈现出来 如果这个时候 有一个团体 或有一个人 有一个有地位的人 或者没有地位的话 或者有一种学士的人 能够来跟他一起做的话 那肯定他会走得更远 是 我觉得你说到这个对 就是中国的女性 从艺术家到一批人 就整个这个都没有打通 没有走那么远 我觉得现在偏偏走在前面 而且走得挺远 我觉得不完全是经济的问题 比如我今天在飞机上 还看了一个就是这种视频 现在中国的企业家 有很多女企业家 关这个企业家 他叫什么 叫小雨江 就是他做这个家政行业 他做到 他讲的那个故事 现在不一定是艺术呈现 就是这种视频 故事呈现都非常感人 他这个丈夫第二任 他自己是第一次结婚 那那个丈夫都有个女儿 然后他这个 他做了15次四管婴儿 他说每一次都是一次 身心的一次一次打击和磨捺 最后仍然是被这个男人抛弃 他不愿意离婚 但是男人仍然 因为他事业非常成功 然后他被这个男人分走 几千万的这个资产 当然他最后坚持活下去了 怎么样怎么样 事业还是很成功 我就觉得像这样的女企业家 就是如果女性的艺术作品啊 我们创造的很好评论 其实经济上中国应该有 可以找到 如果真的是整个社会 就是团结起来 有这么一股力量的话 经济上应该像这些地方落地 还是会有一些出口的 你看他的故事是 经济上他们相当的强 故事也是相当的这个产面 那简直就是 对的 有一点就是说 就是我们的这个艺术家 要有策展人 要有实语家 要同时来进步 同时进行 现在就是我们这种人太少了 那个史论这个评论 这个阶层呢 完全都是男性 就很少看到女性 写个篇评论文章的 所以呢 我就感觉到 像我们每一个艺术家 个人的呈现 大家都在努力 都可以做到 但是作为一个整体 作为一个整体的呈现 光艺术家不够啊 所以呢 每次上次 王春晨在美国 做了一个女艺术家展览 也是有很多的艺术家 三四十个艺术家 这像这些人 就是偶然进来一下 也可能就是说 有人出钱了 他可以挣了一笔钱 或者是呢 觉得呢 这个 也可以稍微搞一下 就是进来像猎奇一样 做一下 有些呢 就是随手抓一些艺术家 有些呢 已经出名了 就把这些人抓进来 还有些呢 就是那就 就不知道是怎么 什么原因出来 也可能 也可能是 其他郭包大姨 谁不知道 也可能长得特别漂亮的 都是在选择 换一只换车之内的 这就是说 他没有一个 中级目标 他没有一个 他想 Chief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 他想在这 这上面 他能够挂上自己的名 做一个 找到自己的话语权的 那种 位置 他没有这样想 他就是 一个是外快 再一个呢 就说 做也没有关系 做一下 做他一个策展生涯中的 一件事 就说呢 我们需要 我们现在真的是需要 有一个能够 致力 像我们艺术家一样的 我们现在有艺术家 就有的致力于女权主 就是为了 能够使 女性在这个社会 在地位的改变 能够献上自己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献上自己的力量 这力量非常微薄 可能教育的一个人 或者两个人 这已经 但是呢 就说他们在做 比如我呢 就是这样做的 我觉得 我的女性主义 这种来源 启示是完全通过 我个人的生命经验来的 我觉得这个对一个人 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你的 就白活了 你自己的价值 你都不知道 你到社会的 你自己的权益 你都不知道 你来干嘛的 你就是专门给别人 来当奴隶了 有的艺术家的 那个女性主义 艺术家的来源 是因为教 她学习了 这个女权主义 她研究了 这个女权主义的来源 她看到了周围 虽然可能她自己 本身可能是 比较幸运 没有这种 但是呢 她看到了周围 看到自己的亲属 看到了这个世界文化 中东的 南非 非洲的 这些女性 她觉得 她应该是 为这个社会 做点什么 也有这种 还有一种呢 是别人告诉她 这个你要做这个女权主义 因为女权主义 是一个对社会推动的 那么她也会 从一个被动 然后再 进来以后 然后变成一个主动 还有也可能 有的赶时髦的 赶潮流的 因为 你要懂女权主义的话 你可以多几个展览 是不是 多参加一些展览 而且呢 你的作品 会被人重视 也有这样的 这样的也不排斥 不是说 就是说呢 这些 不管是用什么 从哪个渠道来的 用什么知识 或者什么经验 是你开启了 这个女权主义的 艺术的 这种尝试 或者是征途 都是 我们都是欢迎的 但是到现在为止 还是非常少 并不是说 从那个整体的 这个艺术范畴来讲 真正做女权主义艺术 非常少 有很多的艺术家 他们做的作品 大部分有很多 是90年代做的 到了现在呢 就已经开始变化了 像林天苗 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他90年代 做了很多 那种绣球啊 针织啊 那种那种东西 那是非常女性 非常宣扬 那个女性 带于女性主义 很强的作品 因为他照着 像起了光头 那是非常有 宣言性的 带于宣言性的 那个作品 也是非常很重要 他就是因为 做女性主义 作品 才出的名 他一开始就是 其实他一开始 并不是真正学艺术 他一开始 在纽约的时候 开始缠东西 把所有 他用过的东西 家具都缠起来 用布缠起来 用线缠起来 其实那时候 这个西方一定有 这种缠东西的 包裹东西的 也已经有 但是呢 他把它带到中国 因此呢 他就也是 通过这个出路 现在呢 他又简直 是一个 局限性的 很小的范畴 这就跟 我们有人讲 在人权跟女权的问题 这是同样一个问题 就觉得搞人权 是一个大范畴 搞女权呢 就是个小范畴 其实事情 真实实不是 女权其实就是人权 女权就是人权的一部分 你搞女权 就是在搞人权 为什么要把女权 跟人权分离开呢 你是无法分离的 其实还是一种 把女权 女权边缘化的 一个具体 一种言论 表现 一个举止 你不能把女权 看得那么小 你把人权看得 其实女权 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 因为女性 是在人权 这个人的社会里面 最低层 比如说一个楼 你要是一个砖 一砖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楼拆掉 这个男权社会拆掉 但是你要从根底 把它来拆掉的话 它整个都会掉它 所以这一点呢 所以很多人 还没有认识到 很多人没有 他不要搞这个 把自己限制在 一个小的范畴之内 因为什么 是这样呢 因为现在 还是一个男权 我还是以男性 主导的 像那个黄明 给我画了个图片 那个站在台上的 都是男人 做了一个很大 对这一次 广东山东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 没有一个女性 她连 这是中国 你看中国 中国的中央政治局 那不都是男的吗 轻易说 她都不要 就说明这个男权 这个观念 他们肆不忌惮 女性 因为女性 有家本来就存在了 她必须要有的 她想她没有的话 也说不过去 是这样的 但是呢 这数量肯定是 没法给男性 比较 那这次很有意思 在西方 那个威尼斯专业展 我没去看 就是说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八十几 都是女性 这一点就是说 她要把这个事情纠正过来 她又一定要交往过正的 就是要给 要给你重重地打上一起 然后是你脑震荡 然后才会 你脑里的位置 才会重新安排一下 是啊 如果我们总是 小拳打一下 这个捏一下 那个插一下 它会轻一下 会疼一下 但是它过两天就回复了 所以我就感觉到 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 一定要组成一个 一个整体 我们现在这个体量 缺少 缺少测展人 所以我策划展览 为什么 我策划展览 就是因为没有测展人的 策划女性主义 艺术展览 所以我就 我就开始策划了 有人跟我说 你知道艺术家 不应该做测展人 测展人是一个 另外一个学问 我说我懂了 我懂是测展人 另外我也不想做测展人 因为我还有 我需要时的时间 去搞我的艺术 但是没有人策划我的展览 我怎么办 我必须要自己去做 我也不做的话 那就等于我们大家都 随波逐流了 就是应评 你们怎么样处置了 我们就等于 丧失了自己的主动权 丧失了自己 还是同样是 丧失自己的权益 我们作为一个女性 想追求自己的权益 必须要自己动手 自己去努力 才能够呈现 谢谢郭老师 那请问还能再提问吗 因为我看好像有点晚了 我想再提问 提一个小问题 好的 然后就刚刚就没抢到 大家都是非常积极的提问 本来我想抢第一个提问的 对 然后就我有看到 其他不是就主要是 这个出走这个展览 这三个方面 就第一层面就是说 一个自我身份的探寻 第二层面是 中国女性艺术下的 一个生存境遇 还有就第三层面 是一个传统和现代的 文化观念的差异 对吧 然后我看到他讲的 就第三part 他讲的就第二个作品 就是胡秀文老师的 那个洗手间 是吧 就然后就刚刚讲到 就是说有完全去改变 这个洗手间 一个本身的 一个基础的 一个功能性 就是说解决生理的需求 但是其实我有查过一些资料 就是说这个洗手间 它是以一个偷拍的形式 去记录的 虽然是能呈现 就是边缘的女性群体的 一个真实的生活状态 但是呢 它可能还是会侵犯到 就是我们讲到一个人权 就是女性的权益 那么它其实就有 是有带来一些 诉讼官司什么的 虽然我看胡老师 有去讲说 就我不追求 被别人理解 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 本身它是要呈现 一个边缘女性的 真实的生存的状态 同时它又在侵犯到人群 所以就很矛盾 这个问题 我就很困惑 就是我们在做一些 女性的一个 生存境况的 一个表达的同时 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个 尊重当事人的 一个个人意愿呢 因为就同时的 就是你在表现 这些女性的同时 你同时在伤害到 她们可能一些 就基础的一些 生活的一个 人际交往这个方面 因为就是 我看她作品是2000年 就是有展出嘛 对吧 就她这个还是一个 很早期的 一个中国社会 她对于一个 性的一个观念 这个还不够开放 可能就是 别人通过你这个 展览这个作品 我就看到 她在北京 有做展出嘛 那可能就是 周围认识的人 看到这个作品里面 哎呀 你看她 她家这个人 怎么怎么样 就是会对当时的生活 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那么其实我作为 一个女性主义者 我会觉得 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然后这个是 比较困惑的点 就是说 就是是不是应该在 尊重当事人的 个人意愿的基础上 你再去做一个展示 就我看到 就是陶老师 他现在做 就是收集一些 搓衣板 就有去 可能会高价去回收啊 然后会尊重 就是 怎么说 当事人的一些意愿 然后去做些收购 这样子 包括像 那个胡老师 就胡小芳 就在做那个 毛衣的那个展嘛 他也是就是 高价回收嘛 其实他本身就是 那个小芳 对吧 对 就是我觉得这样 会是一个更好的 一个就是一种 呈现和交流的方式 对 然后这是我比较 呃 就是敏感的点 可能是我过于敏感了 对 谢谢 对 这个就是 如果他因为是 一个偷拍的形式 但是他那个画面呢 其实非常的模糊 他看不起那个真实人 因为是特别黑嘛 在洗手间 啊 就是特别暗 他其实没有 可能没有拍摄到 那个人 具体是谁啊 一看就是知道 这个人是谁 他只是 就是作为这一个 小姐的群体 作为一个胡号 就是他们的一个 形象的一个胡号 比如说他们是这样的 一群人体 这样一个集体 他可能的 更多的是表达一个 这样的一个概念 还不是说 一定要拍到那个人 具体是谁 或者是要暴露 他的影视 他其实是一个整体的 一个表达 我觉得他有这种问题 就是关于隐私的问题 但是因为呢 当时他那个 比较早 这个作品 可能是九九年早 因为中国对人权 这种东西 还是这个意识 不过像现在这样 这么明确 所以他一个 一个是视频比较糊 我也看过 比较模糊 他会感觉到 反正就同样 同时就已经保存了 那种不是太明显的 再一个呢 就是说 当时的人权的意识 是非常强的 要是在西方的话 在我们经常会 碰到你这样的事 你要参与 一个群入场面 他会叫你签写 一个合同 就是同意书 知道你会在这个镜头 出现 但是不一定 不因为 因为他每次拍摄的时候 他会都有剪辑 可能你那一段 正好没有 但是他为了 防止外衣 就会 前进 这些 但是我觉得他呢 本身这个作品 本身带一种 就是想暴露 当时的那种现象 那如果拿到现在来看呢 可能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在当时呢 大家都没有这种意识 甚至被拍过的人 可能也没有这种意识 你说有过 打过官司 有人会投诉过吗 这个作品 我还不知道 对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 就是艺术评论文章说 他是有过一些诉讼官司的 但是过 就是那个什么 胡老师 是胡老师吧 对 然后他就是一个 他的一种回应 就是说 我不在意 要被别人理解 所以我觉得很困惑 是过于的 就是个人的 怎么说 视角去表达 就是你没有真的 去从一个 女性权益的 这样子一个基础 所以他 就算他的定位 是一个女性主义艺术家嘛 就是我觉得 他这个会有 很矛盾的点 对 他因为这个 我们都是在成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是可以理解 他不是说 每一件作品 都是百分之百 完美 肯定 某一方面 它比较尖锐 另一方面 可能就比较倾斜 跟那个时代 时代有关系 跟时间都有关系 那个 唐安明好 好多年没见了 我一直坐在这里 这个 这姑老师 就是非常的用心 在这个上面 每一期 很多次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聚会吧 是吧 这个 给 还是给了很多的一种信心 然后这个聚会完了以后 基本上在这个现实中吧 就又消磨掉了 就没了 没了这种气场 你知道吗 现在都是 在这个国内的这种情况里边 就感觉就是越来越消耻 没什么 没有 没有气场 我刚刚看了那个 唐安明老师 他那个 就是图片 第一张图片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蓝色的米 那个 他一解说 我就知道 是 就是我才知道 就是那个 少坤的那个 作品 所以就是 心里边 就有一种 遗憾 就是 从他的一些作品 当年他出世 是吧 自杀的这种 自杀的这种 惨烈的这种形式 那我们作为这个 女性的同行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它的存在 然后那个时候 他的作品就是 被一起拿到 就是一下子 他因为他的这种 惨烈的 失去了生命 然后他 紧接着人家 就会有人在后台 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现在也有很多人 就当你死去的时候 然后突然 后面就会有人 有这么大的激情 把你的作品收起来 然后就一下子 微信里 显示出来 然后你就不得不 触目惊心地看见 这一个 他作品里的那些 惨光点 他的那个 也能够 一下子就能理解 他最后的 为什么会 只杀了这么一个 惨烈的命运 和他的作品 其实是相关联的 他那个作品 其实是可以 在他活着的时候 就被人看见了 因为他还是 非常具有那么一种 刚才那个 郭老师说的 那种敏感性 作为艺术的一种敏感性 以及他用 一种表达的 语言上面的 一种独特性 然后他还是有 他独特的 那么一种 女性的这种 视觉里面 产生的那一种 作品的那种分量 但是他就是 往往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东西 是不能够 他因为他没有 不具备一个模式 他不在一个 所谓当代艺术的 那一种 模式上面 他的无数性 不是 不是大家在想 或者是 有一种能够 很快就 继续共鸣 或者什么 什么的 但是你作为 一个艺术的上面 来说 我觉得他还是 应该是 可以被看见的 却没有被看见 我觉得这种艺术家 他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其实生命里边 是很脆弱的 他就是一种脆弱性 也是一种毁灭性 有的时候 你走错了 那一步 就是毁灭性 所以我以前 就是说的 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 和疯子 你知道 就是说 你跟疯子 就差一步之遥 就是你在那个 疯子里边 你不是疯子 但是你在正常 正常的人里边 你是个疯子 其实就差那么 一点点自遥 它是一个 绝对的独特性 是吧 但是所以说 从艺术的这个 你说社产人也好 一个批评家也好 要在这一点上面去 看见某些人 他是具有这一点的 那就是一个 你就刚好我说的 就举这个例子 那个孙少坤 这个那种 生命里面的那种脆弱性 那也是 他这种脆弱性 在他作品中 就是隐含在里边的 那种生命的那种东西 所以他有一种 就是不顾一切的 那一种生命力量吧 所以 就构成他一种 作品的那种特质 但是我就说 这个就是可以是一个例子 如果我作为一个 当时的预言的话 如果他没有去世 他也不可能是 这次展览里边 作为一个广告书线的 这么一个被捧到 广告这个地位的 这么一个人 那我就说 你的广告 用了他的作品 实际上也是一种反反 就是对当代社会里面 这种现象也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女性的这种 所谈论的一种 就是我们女性的这种位置 然后地位 或者什么的 这种增长 生命中的这种增长 或不容易的一种反反 实际上也说明了 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说 如果他没有死 他不可能出现在 你们这个欧洲展览里边的 这一个广告上面 他说 我可以这么 我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就说 这就是一个很残酷的 一个现实 就是说我们往往就会 在现实生活中 真的就活不下去了 我有时候 我都是觉得 我不想算做作品了 就是在文章生活中 你每天说 都说 顾老师我们给我们 今天我们这一个 我每次都参加 为什么 就这一种感觉 我就想做了 这听听回到 一种氛围里面 但是没有了 以后就是生活中 没有这种 没有一个人需要你 你的生活中 你最亲近的人 或者你是那个孩子 家庭 任何这个 走到外面去 产品油盐 买菜 干嘛做 没有人需要 你去做这个东西 你不会需要 明白吗 所以说就是 你还在做作品 我都觉得 也是疯了 就是说 你这个作品 其实你投入了 这么多东西 你就是没有钱了 你还要去投入 那些东西 很昂贵的颜料 这么多的 那大的 这个画布 你懂这样 还有 以前我在那个 环铁艺术工作室 投入多少的钱 在那个大的工作室 就放房子里边 我天哪 得到的东西 就说 最后呢 全都是就是 叫自己 觉得自己 就在那 消耗 叫消耗 所以就是 这就是一个 也就是一个现象 所以我就很感谢 郭老师能够 每一期的走出这个 就是很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的 我最后有一个小小的 这个爱明老师 就上次我也看到 你那个女书的展览 然后我就说 你你你去 发现这个女书的时候 这个女书的呈现 就是还是 它就是这么一种形式 是吧 就是像我们 像外国人看中国的文字 一样是很艺术的 但是你知道它的内容呢 它的内容是不是 就像女儿经一样的那种 就是就是 什么内容 它是不是也是 叙述女人的苦难 还是什么一种抱怨呢 还是对什么一种东西 就是说 它感动你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这个女书的内容 你知不知道 就是 对 女书它 里面就是 他们拿女书来 作为一个交流的工具 主要还是述苦为主 就是 对对对 就是述苦 这个女儿经一样 对 就是 去说自己的一个 生活的经历 它的命运 然后通过这个语言 来交流 我受了什么苦 你受了什么苦 其实 跟书苦比较多 就是这个内容会多一些 但是也会有一些 你说一些诗歌呀 或者有一些就是 古代的一些那个 斯文的一个 介绍呀 或者是 那些穿作也有 但主要的功能性 还是女人之间的 轻数 所以这个是他们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 比较偏僻嘛 所以女人 她有自己的秘密语言 就是自己 女性之间的一个交流 所以她出现了 这么一个语言 这个是一个 就像英语一样的 你学会的这个语言 就懂得了这个秘语 然后我们之间 就可以沟通 哪是一个 沟通的一个媒介 更多的是一个 沟通的本事 主要是个人历史 个人经历 他们那个 三招书里面的内容 都是关于 我的一些生活经历 她的一些生活经历 还有我们姐妹之间的 一些情感 因为他们有些习俗 结拜姐妹 他们从小就可以 结拜成姐妹 然后就是 就是相伴一生 从童年就开始到老年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友谊 然后他们通过这个书 然后来表达 你送给我 我送给你 然后就通过倾诉 所以在那个地方 很少有抑郁症 很少有这种 女性之间是非常的很 非常就是非常 并不是非常苦的 因为我听了 他们唱女书歌的时候 并不是非常悲苦的 还是很开朗的 很那种性格 就是希望大家 能够分享的那个 那种感觉 大家在一起分享 在一起 倾诉 能够得到一种示范 因为女性 她的 她 她的一个性格 和身体 她很敏感 就是非常有一些 进医院 或者家庭 受到的一些苦难 她需要去示范 有男人的方式不一样 女人就喜欢有闺蜜 就像闺蜜一样的 基本上用这种方式 我们来交流 那如果我说 就少坤的话 我们算是也比较好的一个 朋友了 但还没有说 就是特别闺蜜的 如果有人在那个时刻 给她一些 很好的一个安慰 给她一个很好的 让她一个 有个出口 有一个渠道 能够帮助到她 有可能她也 就是我们现在再来想 就不会做出 那么过激的行为 就是说 当成之间 女人之间的这种交流 跟当时农村 那种偏僻地方 那种 就是女人之间的 那种纯洁的那种友谊 就是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 女叔在那个时代 她 就是有了她的功能性 但是到现在已经 没有了 因为这个 我们有很多沟通的媒介 可以用手机 用微信 用什么 是吧 就是说 在当时是起了 很大的一个 沟通的一个 就是媒介 好 挺好 挺好 那个 对女叔叔 就是她起到一种很解忧的作用 互相之间 对 就是 就是很少有人自杀在那抑郁的 很少那边的女性 就是 她们有一个集体 有一个团体 经常会参加很多的 对这个集体 还有些什么 包括那个逗留节 她们都是女性的逗留节 很奇怪 我这次去 她们都是女性 我说以为是男人逗留节 很多跟女性有关的节日 就是特别尊重女性 为什么出现那个文字 也挺奇特的 就是那个 是吧 嗯 就是 然后会女书的那些女书传人 她们是非常有支持 有文化的 大家归秀 所以她家里还比较富裕的 她们称 称之文仙子 她们会创作诗歌 会用女书 会写文章 会写书 对 她们也在 也有非常独立 独立的意思 很强 就是说 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文字 就是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很多人也在 在了解 为什么会出现那个文字 就是 确实那个女性意思觉醒 在那个地方是很明显的 我叹反了 我这次夏天也去了一次 叹反了几个女书传人 她们在家 在家里的地位都很高 然后 都是 家里是我说的 好像就是那种 就是很有意思 有文化的女性 对 有文化 就是还是有文化 对 非常有文化的 在西方 是一些有文化 社会教育的女性 很提出 真正做的 就是女书传人 都是比较有文化的 那个家里条件 还比较好的 那个女书 就是她那些传人 OK 好吧 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已经讨论了这么长时间了 讨论的比较好 对 这个非常好 看了一下 其他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非常感谢 陶老师 能够在他那么忙的时间 给我们说 一个这么精彩的一个讲座 然后大家都能够进 希望下次呢 能够更多的人来参加讨论 这样呢 大家把自己的想法 和自己对社会的观察 能够大家互相谢一下 交流一下 可以互相启发 或者帮助 我 我 我